車友們 我把他復原一下 開始了 還沒有人進來 可以再復原一下 好 好了 哈囉 車友們大家好 剛剛下午的時候 第一台是CRV的五代 那這一台是CRV的四代 那這一台的話 就是都是NA的版本 只有2.4的引擎居多 前面的懸吊系統 一樣是麥花繩 後方的話 是彈簧跟避震器一起的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本來原廠上方還有一個蠻大型的上座 這個上座的話是需要沿用原廠 那前面的話 上座的部分就KT就有附新品 這個的話KT就有附一個新品 這個就不需要沿用 可是後上座需要沿用 厲害 這個是組裝起來 因為這個 常常我們遇到 店家對這些 比較組裝的步驟比較不了解的話 剛好這個還組裝到一半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這裡有附橡皮 這個上座是需要沿用原廠 那這裡有一塊 原廠的橡皮 這個是需要沿用 這個黑色的 這個是轉接座 所以它是框在這裡的 好 這個步驟 這裡先打緊之後 再來我們把它倒過來 這個彈簧是200mm的 壓縮3-5mm就好了 這個是後方組裝的形式 像這樣子 高低可調的機構是靠這個 我如果把這個懸長的話 它的長度就會變長 如果懸短的話 它的長度就會變低 謝謝 這個是後方的懸吊系統 它的上座 後上座的形式 三代跟四代是不一樣的 四代的話是比較薄一點點 這台車跟剛剛的五代一樣 後方的話 車高如果降低的話 Camber角度都會變趴 剛剛如果有看直播的話 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叫Camber 這台車跟五代一樣 如果車高降低之後 Camber角度一樣會變趴 一樣建議要改裝 仰角調整器 那這台車友也有選配的仰角調整器 在這裡 它的仰角調整器跟剛剛的五代不太一樣 它是它的體積比較小一點點 比較小隻 但整體的結構方式都是一樣的 是靠這個長短度來調整 如果把這個Camber角度 要做正一點點的話 這個長度變長 輪胎的Camber就會變正 所以這個仰角調整器 是像四代三代的零件是共用 都是長這樣子的 那在後方的避震器是在這裡 它的後方避震器是比三代還要略長一點點 可是三代跟四代它的避震器都是很靠近支點 所以它的避震器剛剛看到大概才這麼長而已 所以它能調高調低的區間範圍 就會稍微比較窄一點點 因為整體長度就是這麼短而已 我們沒有辦法做出很寬裕的一個調整區間 這一台降到最低的話 大概是兩指到兩指多一點點 那最高的話 原廠好像大概四指多吧 最高大概接近原廠 所以它能調高調低的範圍也還算夠用 因為它調整起來的比例並不是1比1 因為它很靠近支點 所以調整起來的比例 大概1比1.4到1比1.5左右 那這一台車的後方彈簧 我們配置的是200長12公斤的規格 這是後面的部分 前面的話是要繞到另外一邊 前面的話 它跟剛剛的5代是不太一樣的 4代的話 HONDA的車系其實都還滿貼心 都會做一個維修孔 從CIVIC 8代、9代 或者是其他車款都有類似的裝置 這個維修孔把它打開 就可以看得到避震器上座的幾顆螺絲 12345這顆還沒打緊 這一個的KT的LOGO 這一個就是在調整前面的軟硬度的 順時針的話就是變硬 逆時針的話是變軟 所以可以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這顆是這個濕帶 賣的最好的2.4升的NA引擎 2.4升的馬力跟現在5代的1.5的渦輪 其實動力差不多 可是1.5的渦輪的節能效果的話 就會比較好一點點 好 那前面的彈簧跟剛剛的5代一樣 前面都是配這樣子燈籠狀的彈簧 200長期公斤 它的外勁的話做的比較大 所以彈簧的能夠上下作動的範圍 會比直捲式的彈簧還要來多做 35% 那這裡有一些油管固定架 這裡 這個是ABS感應線的固定座 還有離載串的部分的話 這個經理比較早期設計的話 是設計需要換短的離載串 但換短的離載串的壽命都比較短 因為如果我們把它的離載串的固定點 改低的時候 在轉方向盤左指點到右指點的時候 它離載串作動的角度會比較大 但是如果原廠的車高比較高 它作動的範圍就會比較 作動的角度就比較小 所以相對的壽命就會比較長一點點 所以這個離載串的話 還是沿用原廠的壽命的話 會比較理想一點 所以後來大概2017年左右 我們就稍微把它設變 把它設變成沿用原廠離載串就可以了 這個是前面的機構 那前面的車高調整比較簡單 前面的車高調整如果啊 把這個齒輪狀托板把它旋鬆 它的長度拉長 它的車高就變高 所以前面的車高調整會比較簡單 可是前面是麥花城耶 麥花城的避震器的話 我們在轉方向盤的時候 它避震器會旋轉 所以這個齒輪狀的托盤 有可能鎖緊之後 有可能會鬆脫 所以安裝完畢之後 這個齒輪狀的托盤 一定要記得把它敲緊 才不會開開有鬆脫 就有異音的狀況 那在KT流用料一樣 我們一樣用的用料用得很好 在油管道壽命的部分 我們使用的是日本NOK的油風 在主尼油的話 主尼油就好像是我們人體的血液 非常重要 我們使用的是義大利 一整桶進口IP的主尼油 所以用料都相當的不錯 那這款車 CRV的三代 四代的話 我們的北區經銷 應該有試乘車 可以給車友來試乘 如果車友想要比較 或者是想要了解KT的產品 都可以跟我們聯絡 像今天的車主 就剛好有早一點到 那有先試乘 試乘我們其他CRV的車款之後 覺得滿意 就考慮要 就決定要立刻安裝 所以很歡迎車友來試乘 像剛剛的CRV五代 經理就有說過 在我們台中的洲際棒球場旁邊 有一間武器車 張老闆的話 他那邊就有CRV的五代 可以來試乘 雖然四代跟五代的底盤 是完全不一樣 但是都是休旅車 也許可以試乘一下 當個參考也好 那如果試乘之後有滿意 再來考慮KT產品就好了 OK 以上是今天CRV四代 安裝KT道路版的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 耍髒